注意看 这个特种兵正瞄准着前方200米的人质吧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李二牛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没想到直接将劫匪挟持的人质抱了头 好家伙 这波先杀人质的操作也是惊呆了一旁观战的司令员 原来就在刚刚 范天雷将所有红细胞小组的特种兵集合在靶场 因为今天是小组成立后军区司令员的首次检阅 每个人都需要在司令员面前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 随着司令员车队的到来 范天雷立马让所有人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时司令员也在众多军官的陪同下缓缓地走过来 范天雷健壮立马上前敬礼迎接 司令员看着一个个年轻的战士 不由地夸赞其每个人都有着不错的精神面貌 当他转头突然看到憨憨的二牛时 立马说道 二牛的回答也让司令员多少有点尴尬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裂兵竟然如此说自己的手掌 二牛也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向司令员道歉 随后司令员问二牛今天准备了什么节目 二牛的回答瞬间让队员们一脸懵逼 不应该是营救人质吗 这怎么还营救其匪徒了 难道要出动解放军去营救匪徒吗 司令员也被二牛的创意节目弄得哭笑不得 由于二牛第一次和手掌说话过于激动 导致他说话频频出错 司令员也看出了他的紧张 为了检阅他的军事能力 便让他第一个展示节目 随后司令员从众多枪之中随意抽选了一把狙击枪 递给了李二牛让他开始表演 可二牛却说这并不是自己的枪 随后在战友的鼓励下 李二牛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射击位置做好准备 这时司令员开始点拔 这对二牛简直小菜一点 只见他快速瞄准目标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果断地扣动扳机 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李二牛果然成功解救了匪徒 一枪直接将人置击毙 当司令员看到后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也意味着对此次简约的失望 李二牛接二连三的犯错 也让这个刚成立的红细胞小组丢进了脸 这时的二牛是又自责又委屈 随后他不甘心地向司令员解释道 他之所以没打中目标是因为这把枪的弹道偏移 李二牛的话也让司令员感到好奇 随后立马接过枪就要亲自示范给他看 司令员瞄准一番后直接射击 没想到子弹只打到了标靶的八环 梵天雷看到这一幕也是甘大的不知所措 司令员立刻认出了队伍中的何陈光 这小子不就是当初豁出命都要斩首自己的狙击手吗 随后司令员询问他的枪为什么会弹道偏左 这个解释也让司令员对何陈光的狙击水平再次产生质疑 因为狙击手都是高精准射击那他是怎么用这把没有校正的枪去杀目标的 何陈光却自信地表示这把枪已经经过自己的磨合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人枪合一的水平 听到这话司令员感兴趣地让他赶紧开始 但是对于何陈光却是小菜一碟 随着射击距离的逐渐变远 这已经不再是考验和陈光的枪法精准度 更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